去年,在中国的斡旋下,两对老人家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实现了世纪和解。 这一事件轰炸了整个世界,其影响有多大,就不用我多说了。 总之,对中东的格局将产生深刻的影响。 可以说,屏幕前各位朋友都是这段重大历史的见证者。 而接下来,大家又要见证历史了。 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美国大选一系列事件吸引过去的时候,中国又干成了件大事。 中方加大斡旋力度,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,中东大团结再下一程,美方破坏不得不防,以色列迎来最大难题,两国方案有戏了吗? 近日,巴勒斯坦各派别第二轮和解谈判在北京举行,包括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的14个巴勒斯坦政治派别派代表参加了会谈。 早在今年4月,法塔赫和哈马斯就曾派代表来京磋商,进行了深入坦诚的对话。 经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深思熟虑,此番在北京二次聚首,双方的态度十分积极。 在会谈前,法塔赫对媒体表示,将以开放的心态参加北京会谈,并认真考虑结束分裂。 哈马斯同样表示,将以积极的精神和爱国责任接受中方邀请,实现民族团结。 作为两大队抗了数十年的组织,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态度转变背后,使中国为了和平和团结付出的巨大努力。 经过三天的会谈,法塔赫和哈马斯签署了结束分裂,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。 宣言承诺结束巴勒斯坦民族分裂,并团结全国努力,对抗以色列侵略并制止种族灭绝。 巴勒斯坦各派别将在埃及、阿尔及利亚、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监督协议条款的执行情况。 宣言还强调承诺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,并将根据国际第181号和第2334号决议予以执行, 以及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根据国际法、联合国宪章以及所有人民的自决权抵抗并结束占领。 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各派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批准后,组建临时民族团结政府。 该政府将在所有巴勒斯坦领土上行使权力,包括约旦和西岸、圣城和加沙地带,结束多年的分裂。 宣言还同意启动统一临时领导框架,并确保其定期代表大会,还将努力解除对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围困,并不受限制地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。 将对抗以色列占领者的阴谋及其对阿克萨清真寺的持续侵犯,并抵制对清真寺圣城及圣地的任何伤害。 宣言还欢迎国际法院确认存在占领和定居点非法的意见。 无论对巴勒斯坦还是中东局势而言,北京宣言的签署都意义重大,至少将带来三重影响。 一是或将结束巴勒斯坦的内战局面,各党派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共同执政,有助于当地民生和国家建设,缓解人道主义危机。 二是巴勒斯坦的内部和解将推动中东的大团结,法塔赫背后的逊尼派和哈马斯背后的什叶派有望减少争议,在沙伊和解后再度掀起新的中东和解浪潮,推动中东地区的自主化发展。 三是对美已挥出了一级重拳,无论是巴以问题还是加沙战士,两国方案都是最根本的解决途径,也有联合国的法理依据。 而由于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内斗,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一直困难重重,在解决内部阻力后,球被踢到了美国这边,美方再没有阻拦的借口。 如果两国方案落地,以色列将不得不吐出大片占领领土,没以关系将迎来挑战,以色列的地缘环境也将回到过去。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,只有用一个声音说话,正义之声才能更加的响亮。 在《北京宣言》签署后,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会迎来新的篇章。 其实,这两个政治派别核心的分歧点是在与以色列关系的问题上。 法塔赫支持奥斯陆协议,承诺放弃使用武力,通过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实现建国。 哈马斯则较为激进,不承认奥斯陆协议且不愿放弃使用武力。 2007年,双方彻底决裂,哈马斯实际占据了加沙地带。 法塔赫则在约旦河西安地区建立了新的政府,巴勒斯坦从此分裂为了两个政治实体。 目前,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是法塔赫领导的民族权力机构。 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也跟仇家一样,争领导权争得很厉害, 都不承认对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领导者。 而这一次,根据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官员讲, 中国做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会晤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。 进一步来说,如果中国成功帮助哈马斯和法塔赫找到了共同点, 携手组建一个真正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政府。 那么,一旦有了新政府,将来就可以更好地落实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两国方案。 因为,说巴勒斯坦是被以色列欺负的连力追之地都没有了, 倒不如说,巴勒斯坦是被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内耗给打败的。 所以,对于这种情况,如同沙依和解一样, 肯定是美国和以色列最不想看到的。 因为,美国和以色列利用的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内部矛盾来欺负巴勒斯坦的。 但是,无论是当前以色列的行动, 还是特朗普上台的趋势都在说明一个问题, 留给巴勒斯坦的时间不多了, 再不团结起来,一致对外,巴勒斯坦不可能有一个好结果。 对此,有人可能会说了, 每一两国肯定接受这种结局从中做梗是必然的结果。 对于这一点,我们中国肯定是清楚。 不过,没关系,什么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。 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自己化身为纽带, 让中东地区大大小小的力量凝成一股绳, 帮助缓解内部矛盾。 谈判结束后, 与会各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重大突破。 法塔赫代表阿巴斯表示, 这是巴勒斯坦人民团结的新起点。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泽强调, 我们将携手共创巴勒斯坦的美好未来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, 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赞这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。 回顾整个谈判过程, 中国的调节作用功不可没。 早在今年4月, 中国就邀请法塔赫和哈马斯代表来经进行初步接触。 那次会谈为双方打开了对话的大门, 为此次正式谈判奠定了基础。 中国外交部中东事务特使王进向记者透露, 在过去三个月里, 中方一直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保持密切沟通, 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。 对比美国过去的调节努力, 中国此次的外交成果更显突出。 长期以来, 美国一直试图在巴以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, 但收效甚微。 美国总统特使哈雷·阿末近期多次访问中东, 却未能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实质性进展。 有分析认为,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过于偏向以色列, 难以赢得巴勒斯坦各派别的信任。 中国成功斡旋巴勒斯坦内部和解, 凸显了其独特的外交优势。 首先, 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, 在中东没有明显的利益倾向, 更容易被各方接受为公正的调节人。 其次, 中国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,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鲜明, 赢得了八方的信任。 再者, 中国提出的两国方案主张符合国际共识, 为巴以问题的最终解决指明了方向。 与此同时, 北京宣言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, 欢迎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达成和解协议, 呼吁有关各方抓住这一机遇, 推动巴以和平进程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则表示, 欧盟支持巴勒斯坦内部和解, 愿为落实两国方案提供必要援助。 然而, 北京宣言的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,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已表示, 不接受任何损害以色列安全利益的安排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称, 美方将密切关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进展, 并强调和平进程必须考虑以色列的安全关系。 这些表态暗示, 巴勒斯坦和解进程可能遭遇外部阻力。 对此,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分众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, 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团结自强。 王毅还强调, 中国院继续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这进一步表明, 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流, 阵营对抗是开历史倒车, 中国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 才能适应时代大势, 相互尊重, 合作共赢才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正道。 在这种大意之下, 无论是拜登政府或是未来的特朗普政府, 如果执意与中国对抗, 其结局已经注定。 需要承认的是, 中东的团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 美国必将进行阻拦和破坏, 相关方面要以大局为重, 坚持团结对外, 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。 就会这样地属于其中处理。 正确与此务不仅是想有的, 有准备得不仅是看过的、 因此在这种工具上摆在美国的地区和剧院,